劉璇 我現在只剩下一個最後困惑是 到底還在哪裡 沒有蘇丹猴 你現在吃泡菜有蘇丹猴 你現在吃麻辣鍋有蘇丹猴 你現在幹嘛 最可怕的是你的沙茶醬 有一種說我不太吃辣吧 吃沙茶醬配個麵線 你也有蘇丹猴 寶良哥我給你一個正式官方答案 三個字 不知道 全台灣現在沒有一個人知道說 你說這個完全失控了 當然是完全失控 我跟各位講 今天原本大家講 四天前已經講 50家廠商已經很誇張了 對不對 就不好意思這個數字到現在 一直在往上攀升 而且我們剛才講到了 你今天跑去吃火鍋 你倒楣你也會吃到蘇丹猴 那我不要吃火鍋 我去吃鍋貼可不可以 不行 吃鍋貼你也會遇到蘇丹猴 反正今天你只要吃到任何 就算不是粉狀的物品 都有可能吃到蘇丹猴 包哥你知道真正的問題在哪裡嗎 問題在哪裡 他根本不清楚源頭有哪些 而且他現在是到了最近幾天 才發現這件事情說 原來這些蘇丹猴 原本跟你講中國來了對不對 結果還發現不是 是台灣人跑去中國 社公司 然後再轉進口進來 變成是中國製的蘇丹猴 所以從頭到尾是誰在玩 台灣在玩的 都是台灣一個人在玩 所以現在啊各位 不是我對於說 你進口這麼久了 我們的政府完全沒有管制嗎 你剛剛講的 你不是一個地方 你在講麻辣鍋的鍋底也有啦 湯頭裡面也有啦 你現在在這邊說 吃這個泡菜也有啦 那你剛剛講的 吃那個什麼調味料也有 剛剛講的 現在我今天我朋友說受不了了 他說怎麼可能連沙茶醬都有 那我現在我可以吃什麼 然後 而且進來都是幾千 幾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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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各個國家是沒在管的嗎 對吧 你問一個關鍵問題 因為進來是 不只是幾千 甚至有上萬公斤的 當公斤就來了 幾萬公斤的蘇丹 嚇死人 各位堆在你面前 你看都看得到 海關查都查得到 這時候問題出現了 其實按照食安法 食品加工品 特別什麼滾汁罪眼 你知道嗎 就是這種加工品 這種加工 添加物 他一定要溯源嘛 就是說我要知道我上游在哪裡 那我也知道我下游在哪裡 這個是法律規定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們這一次都搞不清楚嗎 從頭到尾沒有落實過 沒有管 這是衛福部的權責 衛福部從頭到尾沒在管 然後最後大絕招就告訴我 他跟咖啡跟茶一樣 不用擔心的 對沒有他們今天呢 有跟廠商保德哥做一個 最新的說法 跟最新的討論 他們研溢出了一個非常穩大的政策 你知道這個偉大政策是什麼 他說我們有 我們跟廠商達成了三點協議 你知道哪三點嗎 第一個 你要自主的查驗 就是你要自己看看 自己有沒有 偽到上游廠商 我自己的廠商 第二件事情 你要 自主去送驗 就是說好 你如果看完沒有了 你還是要送去化學 那這樣我的衛福部 我的食藥署可以廢掉啦 都要人民 我要你幹 政府幹什麼 對 這才就是第三點 你要自主通報 所以三點我念完了 各位 衛福部食藥署 需要做什麼嗎 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都不用做 反正你自己都要查 自己都要通報 自求多福 所以各位 你不要搞錯囉 你不要聽信說 現在好像食藥署 做很多事情沒有 你知道現在查出來的 書當中是誰查的嗎 誰查的 地方衛生局 高雄衛生局 這個台 什麼台東啦 宜蘭啦 台北啦 新竹隨便你念 反正各地查出來 都是各地衛生局查出來 再來 還有第二個單位 你知道這第二個單位是誰嗎 檢調 司法檢調 因為他們接貨線報 然後開始去查驗這些單位 各位我先講 整個書當中會爆發 第一時間 就是因為 有人檢舉 有人告發 而我們的衛福部 到我們的海關 從頭到尾 嘻嘻哈哈 根本就搞不清楚狀況 結果已經拖到現在 他只跟你講幾句 你當咖啡喝就好了 當茶喝就好了 再忙我們要來杯 蘇丹